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掉的话要很伤的 而且直接把你的复活打出来 这波回血量很少 今天我得回家了 这边五个人要推塔了 刚刚说推塔节奏断了 然后就找到了一波机会 这波回家如果的话 队友直接过来做保护 看一下Haro这边被拉到 但是后续的伤害不太够 这波幸德拉 一个Q一推到两人再给一个Q 但是一个治疗抬了起来 再一勾没有中 摆回来之后 这边还要再找机会往前跟进 一个Q跟阿姐闪现 差了一点点打了个三边球 这边陶劳跳过来 就稍微不过捡击个闪现 再往后拉 但这波可能还是有点危险 一个Q就直接拍死 我家最后感觉也要捐了 这波拉的时间有点长了 是的 反了 对 下路这边好像流人有视野 有点危险 艾波这边感觉走不掉了 陶劳一个蜻蜓点水 空中两连跳 跳起来了 一脚踹了四个 还有这边 但是也没有用 这波大节奏 他在面对大副buff的剑谋不太好 乖好动啊 往前一拉勾到接大招 前面接大高 但是这边布隆也反身甩掉了一个大招 反而是这里的绿毛先行倒地 这一局其实一直还是挺难的 来这边又来了 哇 这个伤害有点破坤了 剑谋不容易是扛不住的 剑谋继续拉回来接着打 开大 这边的话总而有闪现 交闪现 一级能再往后拉 是闪现过来跟 QQR也是没有能够命中 这边 学到一个 但是没办法上了 这边直接是在全水门口打 在全水门口打的话 感觉也是没有任何还手余地的 一级能也是空了 最后直接点加 感觉这一场 迪迹应该没有了 而且这一波小兵实在是太多了 带着大龙buff的小兵没办法轻易弄 那我们这一局是恭喜GTG 翻回一局 是的 把我们的比赛拖入最后一局决胜 胜负一切都